沒想到要找這個化石 就會找到這種黃膽石 也是龜甲石的一種 只是說它是黃色的這樣 這個有一點鐵丸石的風格 鐵丸石啦 這個也是 鐵丸石的風格 所以這邊有一些硬塊 結塊然後像鐵鏽色的 都可以當作鐵丸石來看待 有沒有 很多啊 小小的 基本上我已經很久沒有看過這種 地層開蛙 以前有看過幾次 好像新店也有 有一次那個地層開蛙 大量的極燈性海膽出現 也是一個盛礦空潛 盛礦空潛 這巨型母岩可以簡單看一看 這邊 很像有沒有 碳充蓋的東西 就是 在岩縫裡面 因為 還有一塊岩石 本來是在一起的 然後這個是 岩石裂開嘛 就剩下 在縫裡面產生這個 然後有時候 這種東西它會產生到 它好像紋路 好像木紋 有些人會以為是說什麼 什麼木畫 那不是喔 木頭是樹枝 樹枝是圓棒形 怎麼會是片狀的呢 這個要注意 然後這個 這個是化石 化石 很特別喔 很特別的一個公館 零灰城的這個地城 我很懷疑它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 南港城 很懷疑啦 那這邊 也是 這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這碳霜蓋的東西 這是貝類 沒錯啦 什麼牡蠣殼之類的 這個化石真少 超級少的 然後這邊有沒有 一些那個 碳霜蓋 碳霜蓋的東西 也是一堆 那種 沒什麼化石 真可惜 這邊就 比較像 這個 很像 極燈型海膽喔 這一顆 就這一顆 極燈型海膽破片 看來是 可能找到了 我只能說可能 其他這些奇奇怪怪喔 碳霜蓋的東西 哇 應該是上面吧 上面一個地層 只有發現剛才那個儀式 儀式極燈的化石 這有點像黃膽石 這裡的黃膽 比較粉啦 比較軟啦 呼呼啦 但是還可以啦 你如果願意拋光的話 是ok的 然後拋光之後就是 可以變成 你可以收藏啦 或者講現實一點 就可以變成一種商品 黃膽石商品 喔 百件這樣 這邊 就是土很多啦 所以有的岩石喔 看不太清楚裡面是什麼 可是你如果說下大魚 它會爛泥 但是還是要下啦 有下的話 岩石的部分 如果露出來 比較容易看得出是什麼東西 這些母岩齁 超像南港城的 我必須跟大家講 南港城 很多母岩就長這個樣子 這邊就原石地城啊 開挖的點 開挖的點 這邊就原石地城啊 這裡叫公館寧灰城 好奇怪喔 在我看來 如果沒有人跟我講話 如果沒有人跟我講的話 在我看來 我會說這個是 南港城 南港城 因為南港城的母岩 鋸 具代表性的 就是其中一種 就是這樣灰灰的 所以以前我在講 青灰色 青灰色母岩就是這種 然後這種裡面呢 很有機會產生化石 尤其是極燈型海膽 但是今天 今天幾乎沒有看到 然後剛才那一顆也不太確定 是不是 看到沒 嘴巴 眼睛 現場看看不出來 但是在攝影機 畫面裡面看就有點像 這邊就是 工程啊 施工挖成這樣 應該就是要這種土石啦 那種灰灰的 有點像水泥的感覺 然後這邊也可以 這邊的石塊有沒有 也可以當一些 反正打碎 也可以當 當一些食材來使用 仔細觀察 沒有化石 超級可憐的 奇怪 這邊竟然沒有 只有一些少量 少量像貝類的東西 而且那貝類化石也很不明顯 數量很少 好 好像到某個山區一樣 荒涼的山區 這邊都是挖開的啦 挖開的山壁 然後這邊 糊糊啊 糊糊 然後那邊的話就比較硬 原石地層 這個算是一些土石吧 對於玩石來講 沒有什麼幫助 找不到什麼東西 除非它這個 裡面有 看看能不能有一些什麼 樹葉啦 樹葉的印模 那就還不錯 台灣這個地方 因為太小 很多東西都 就是種類很少 這邊 黑黑的 然後是什麼東西呢 阿齋 我也不知道啦 有沒有 奇奇怪怪的 這種地層 上面呢 就有像那個公館凌灰塵 有像一些火山的地層 欸 這邊 兩種地層不一樣 那邊鹽塊 然後這邊是 泥鹽 那如果講錯呢 請醫學者專家 所講的為主 因為 我們有業餘的嘛 對我們來說 這就是泥鹽啦 泥硬化這樣 然後這邊就母鹽啦 比較硬 完全看不到什麼好料 烏乎殘災 烏乎殘災 不過雖然烏乎殘災 也是蠻高興的 因為第一個發現新地點 然後第二個到這種大自然走走 看看原始地層啊 也很好喔 唉唷 一堆碳酸鈣的東西 碳酸鈣類的東西 碳酸鈣類的東西